大家应该对这个 Honda Malaysia 之前发布的 这一个 Honda City RS 的广告印象很深刻是不是 因为官方宣称它有 253 Nm 可以在山路砍很多车 包括 Camry 在里面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不要再讲它省油了 因为省油之前我们也做过测试 它确实可以很省油 但是动力表现怎样 我们就从这个 Patangari 的小山路 带它上引顶 证实一下这个小路的超车之王 它的动力表现可以有多出色 然后它的操控可以有机枪 OK 现在我们就是从这个 Patangari 的小路上引顶 这个 Patangari 的小路有点类似耕丁森巴 以前那种老路这样的啦 它是比较小咯 比较多万元的 而且讲真的 大家可以从镜头上面看到这个 Patangari 爬云顶山路其实也 那个路也蛮斜的啦 不会输给云顶的大路几多 而为什么会讲这个 City Hatchback RX 的小路超车之王 就是因为这辆车的优势完全就是在这种小路发挥 因为它的这个扭力很高 253 Nm 在扭力充足的情况下要爬这种小山路 然后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而且重点是这辆车的轴距只有 2600mm 所以应对这种小小的山路 然后很蜿蜒的山路 它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灵活 然后加上这一次这个 RS 的 其实不只是 RS 啦 就只要是 City 它们这个方向盘的设定都比较的灵敏 所以在这种地方跑这样子的路 其实这辆车还蛮爽的 不过没有鼓励大家塞车啦 大家可以从前面的画面看到这个山路是非常非常的斜 可是我的速度还是可以维持在 75-80 左右 其实主要也是因为前面的车慢 不然我的速度是可以更快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 City RS 最好玩的地方 很多人开了这台车之后给我的反馈就是 其实这辆车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快 因为它好像只是一辆 NA 罢了 根本都不像广告宣传的这个 253 Nm 降快 可是实际上它确实有 253 Nm 可是它的特性跟 Turbo 是完全不像的 这辆车的主要引擎设定其实是比较比较的 柔顺 很Smooth 所以实际上你不会觉得这辆车有很有爆发力 它给你的是一个柔顺的感觉罢了 而且你看现在我从这个山路又斜 然后又蜿蜒 爬山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 其实这个应该不是引擎的声音 这个不只是引擎的声音 这个还包含那个电动机的声音 它们咆哮是比较大声一点 可是我的速度还是可以维持在一定的 这个算蛮高速的啦 你看这样子爬 我割了旁边的车 我的速度现在大概是 75-76 左右 你看到短轴距的车就是有这样的优势 在山路非常的灵活 加上这个动力表现其实还不错 所以 OK啦 这个作为一个weekend的玩具 我觉得也OK的也是合理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RX是Hybrid 所以就只是focus在它很省油还是什么 其实它不只是省油 它这个动态表现 跟这个云顶爬坡的表现其实都不错的 只是我觉得这个引擎声浪确实是大了一点点啦 不过也是在合理的范围 我就不相信Turbo PAR这条山路 这个引擎不会那么大声 看到吗 这样我的速度基本上是维持在 65 左右 因为一直有弯我不可以太快 它还是handle的非常的好 OK速度可以去到70了 这时候其实电动机跟引擎都是一直在协同发力 所以才会有一个不错的加速表现 你看我的速度上了80 OK我现在进完我手点油 我再上 从引擎的声浪听起来感觉它好像很吃力 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 它还是蛮顺畅的 缩油转弯 讲老实话这个是我第一次驾到这个HONTA IMD 的车款 跑这种山路 我是有点surprise啦 跟我想象中的有一点点差距 因为我其实自己也觉得 City RS 跑这种路可能会很吃力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从画面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骗不了人的 这个速度其实还是蛮快的 我现在的速度大概是90左右 OK现在要进弯 OK再进弯 OK轮胎有一点点抓不住了 不过基本上还是OK的 看到吗 这个爬山的爬坡速度其实还是快的 一下子就要80了 不过前面的车顶着 所以我必须要降低一点速度 这个方向盘的回馈真的是很迅速 很扎实 然后它的路感也非常非常的清晰 可以看到 OK这个弯你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的顺 我该是用80的速度进这个弯 所以其实RX 整两辆车的底盘 悬吊 方向盘跟动力表现 我都觉得是目前V segment 飞行车里面最top的那个 因为你也知道其实马来西亚 V segment的车款并不多 而且先辈更少 先辈讲人的来来去去就是 Myvi Iris Yaris 跟着一个City而已 所以其实City有这样子的表现 是真的是让我觉得蛮surprise的地方 这个表现是我喜欢的 只是我没有钱买这辆车 不然的话这辆车 绝对是我会考虑的 因为一般驾驶来讲 它有一个很不错的油耗 如果讲你真的是需要 weekend去 enjoy一下那个 driving experience 的话 其实这个City RS也是有 太赞了这辆车 它非常非常的均衡 它并不是讲 它并不是讲它只是 专注在某一个方面很出色 它基本该有的有 空间有 我觉得隔音也不错啦 因为这个山路的表现 其实你不可以去 complain太多 然后 它的这个操控也OK 然后动力也OK 所以整体来讲 或许你会觉得这个107000 对于这辆车是有一点点贵 可是给到这样子的均衡性 确实是很难得啊 值不值得看个人 不过我最近发现这个HONTA City Group 里面其实有蛮多Hatchback 跟着一个Sedan的RX车主 所以如果你也是车主的话 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分享一下 你对这辆车的看法 OK 最后我要补充一点点东西 这个RX 是有两个看似是Pedal Shift的东西 可是实际上它不是Pedal Shift 之前也有很多网友问我们 其实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 OK 现在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加大或者减低 这个动能回收系统力度的一个空置来的 虽然它看起来很像Pedal Shift 但是实际上它不是Pedal Shift 它怎样使用 OK 例如说现在我在云顶嘛 我下山 如果讲我希望这个电池充电充快一点的话 我就按这个捡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仪表D 这边会有一个尖头 尖头越多就代表它这个 动能回收系统的力度就越大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啊 它可以帮助这个电池充电更快 然后其实它也有一个拖牙的效果 也就是讲你下山你可以不用一直踩brake 这个牙会自动不得帮你拖 然后也因为这样可能你下到山脚的时候 你的这个电池已经充满电了 老实讲这个功能是不是很好用咧 我每次都跟人家开玩笑讲 这个City Hatchback RX 小Type R 就算是之前前几天 那个FKX 的TRACK 有120多辆Type R在那边 车主问我你驾什么车来 我都跟他们讲我驾小Type R来 我讲这句话我不是在贬低哈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有这个前置成为小Type R 这台车其实我开了蛮多天啊 我从星期五开到大概是星期一左右 前后开了四天 这辆车我真的觉得很喜欢它的这个均衡性 舒适性有 然后这个空间有 操控有 隔音也不错 动力也很好 所以基本上这辆车确实是一个 嗯怎么讲 B segment里面最均衡的那一款 我觉得真的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价位啦 因为没有办法 这个是最新的科技 所以价格确实是高了一点 但是如果对于喜欢体验新科技的人来讲 我觉得这辆车还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重点是很多网友讲 我花一百零多千去买一辆省油的车值不值得 其实这辆车除了省油以外 它还可以带给你别的东西 例如讲它后面有一个电池组 就加强了这辆车的配重 让它的配重表现更好 驾起来的感受也会比普通的1.5V或者是V線更出色 然后重点是这个动力我觉得是绝对值回票价的 这个动力表现我很喜欢 非常的Smooth 非常的柔顺 一般的日常驾驶的话 开久了之后你真的会爱上这辆车 OK啦 这个只是我们今天一个简单 关于这辆车试驾影片 因为这辆车之前我们也开过很多次了 如果你是对这辆车有兴趣 但是你可能想看一下1.5MA的版本的话 那么就留守我们的频道 因为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1.5V版本的详细试驾影片 如果有兴趣 那么就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订阅一下 按赞一下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影片的话 追踪一下啦 好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